祈求說我要一個王 那那個要一個王的目的是什麼 他們求王的這個心合不合神 因為神說我在以色列人中就是那個君王 你們應該是聽我的 那你為什麼要找一個人來治理 那個意思是說 是不是有的時候就說 我想要一個人來管我們 甚或我想要一個人來管我們 就有點這個意思 好像有人管我的時候 我就比較可以 有自己的自己 那大衛 在大衛之前 神仙設了那個扫羅做君王 當扫羅被拣選的時候 扫羅是一個怎樣的人 扫羅是高大英俊的 高富帥 高富帥 有個姊妹說是高富帥 那他做君王的時候 神為什麼最後是廢棄他 因為他有兩件事對吧 最明顯的兩件事 一件就是他獻那個反擊 當時以色列人跟那個非歷史人爭戰 那爭戰的時候 因為原本那個薩摩爾 他是最後一個的逝世嘛 以色列人通常他們在征戰之前 也會向神獻祭 那個代表就是說我講這個戰爭交在神的手中 那求神你在戰場上帶領我們戰勝仇敵 那我就知道說這個戰爭得勝 不是因著我人民的能力 不是因著我有這個好像勇氣 有這個武力 而是神使我們得勝 所以他們在征戰之前會有一個獻祭 但當時 那獻祭應該是那個祭司去做對吧 應該要等到薩摩爾去做 但是扫羅當時怎樣 他說在那邊等 等了多久 等了七天 等了七天 薩摩爾沒來 然後他就看到說百姓就漸漸離開了 然後除了他的百姓跟隨他的百姓有人離開 敵人在那裡還要安寅家在對吧 強大的敵人在那邊 而跟隨我的人離開了 我所依靠的那位神 或者是代表神的那位先知還沒有到 那扫羅怎樣 他就自己掀起了 就用自己的辦法 那我怎麼辦呢 我就自己 從第一屆直到我父親 是的 我們常常會說 我做不到 因為我們在肉身之中 但是 這首美好的詩歌 就是主的仆人 我們的前輩告訴我們 當主握著我們的手 我們願意順復 聖靈的引導的時候 我們就願意 聽從主的面臨 無論主給我們 給我怎樣的 我都願意從內心來接受 我們笑一會就快要結束了 這一天在秋一會快要結束了 人們常說沒有不戰的業期 這幾天 人們可能內心都有很大的征戰 因為我們面臨著 我們這次來的目的 那就是要學習真理 更新生命 擴大了解 活躍的身心 然後我們要輸出 我們的選擇 我們要在十月四號 就是今天 會後 我們就可以在老師領導下面 進入到 我們想往的一件事情 進行 進行 兩個人之間的 個別的交往 這是個快樂的事情 同時也是需要我們做出選擇的時候 在此時時時刻 我想到了 當我們內心裡面交戰的時候 我們要進行 羅馬書第七章 有我們的功夫 有聖經的 我們不妨看一下 我們不妨看一下 我們從羅馬書的第七章的第十五節 我們從羅馬書的第七章的第十五節 我們內心的交戰 從何而來 我們內心的交戰 最終怎麼得勝 我們請一雄 念偶數集 姊妹 念偶數集 好 我們開始 因為我所做的 我自己不明白 我所願意的 我並不做 我所恨惡的 我倒去做 若我所做的 是我所不願意的 我就一定成名為法 是善的 既是這樣 就不是我做的 乃是住在我裡頭的 罪做的 我也知道 在我裡頭 就是我肉體之中 沒有良善 因為第一次為善 有得我 只是欺負來 有得我 故此 我所願意的善 我反不做 我所不願意的惡 我倒去做 如果我去做 我願意做的 就不是我做的 但是住在我裡頭的 最做的 我覺得有個慮 就是我願意為善的時候 便有得與我同在 因為按照我裡面的意思 我是喜歡神的慮 但我覺得知情中 另有個慮 和我心中的慮交戰 把我辱去 叫我服從那肢體中的 犯罪的慮 我真是苦啊 誰能救我 脫離這虛子的身體呢 感謝神 靠著我們的主耶穌基督 就能脫離了 這樣看來 我以內心順服神的慮 我的肉體卻順服罪的慮了 我內心有交戰嗎 有 如果這兩天 你心裡沒有交戰 那不正常了 那生命有問題 謝謝 我們常常使善出這些神經 從我少年的時候 我重生的時候 就知道 一字為曬 有的我 行不來就能有 但是 我們往往 匯略後面的事情 今天我們 心靈裡面的兩個 在征戰的時候 有兩個慮 這個慮什麼意思 這個慮有多種解釋 其中一個解釋 這個慮就是個法則 我們讀數學 讀物理 讀化學都懂 什麼叫法則 今天有兩個法則 一個是神的法則 一個是撒旦的法則 當我內心為了某件事 在交戰的時候 這兩個法則在交戰 教你到底是誰從 神的法則 還是誰從 撒旦的法則 也輕輕地告訴我們 為什麼 我願意為善 我行不出來 擺在我面前 我願意 聽從主的命 我曉得 我在另外的選擇上面 我就是要 放下這些四處條件 什麼學歷啊 什麼外語冒啊 什麼經濟條件啊 都放在旁邊上 都放在旁邊上 解釋老師 高雄老師 巴黎老師 還有 嘉峻老師 陽龍老師 和嘉峻老師 為我們所說的反映 他們都批下了這些 要不然 解釋跟巴黎老師 他們怎麼會跑到中國大陸來呢 陽龍老師和嘉峻老師 為什麼說 我是我說喜歡的學員 是我說喜歡的老師呢 就是 當他們兩個人在裡面 生戰的時候 他們順服了神的女 他們有差異 但是 這些差異 都靠著 遵守神的法則 我們得上 我們之所以過不去 老實講 自己的聖誡跟我們 講得清清楚楚 是你裡面有罪 保羅講得清清楚楚 他被聖誡所感動所講的 若我去做的時候 我們不願意做的 就不是我做的 乃是住在我裡頭 那什麼做的 罪 清清楚的告訴我們 這是罪的罪 今天親愛的弟兄姐妹 你們千萬不要獲釋 好像今天我可以有自由 我這個自由我不是罪 不服眾神的法則 就是罪 你要清清楚楚曉得 這是罪的問題 你犯罪是要管教 我講這句話 教師們聽得不舒服 我聽說好多教師們 在分享 神的屬性 基本屬性 神有慈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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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願我們都要落在神的愛上 所以你不要欺負神的管教 神的管教是多種方式的 神的管教 有現在的 有將來的 將來我們建筑面的 這是一種管教 第二種管教 有肉體的 也有精神方 這是第二種管教 第三種管教 是即時的 還有將來的 即時的 懂不懂啊 即時的就在一年前 神管教的方式 多種多種 我們都願意落在神的慈愛當中 我們都願意落在神的慈愛當中 但是不要忘了 神所愛的 祂不管教 這是希伯來書 跟我們講的清清楚 有鞭打 凡所收納的兒子 其而 做父親的 不管教自己的兒子 但是神愛 神管教我們 祂想愛我們 最終 祂是要救我們 從最終出來 神為什麼救我們 乃是叫我們神為聖節 所以感謝神 我們要清清楚道 今天我們 兩個律在身上的時候 不要糊塗糊塗 認為這個律是神的法則 這個律 好 就是我自由自在 這不是罪 你不願意做的 這個是為善的 你不願意做 乃是你們的罪做 這是很清楚的事情 如果懂得了這道理 曉得了神有愛 神有公義 因為我們每個律在身上 都好好聽從神的意 神的管教 神的愛 我們講的 見證裡面講的夠多 夠多了 我想 我們不要再重複了 怎麼從 這兩個徵在裡面出來 我記得我的媽 在我小的時候 一直跟我講這句話 你們只喜歡讀前面的書 立志為善有著我 行不出來 行下去有不著我 用這些聖經來原諒我們自己 用這邊 你們有這些 有沒有這種想法 有 常常地原諒我們自己 其不曉得不能原諒自己 什麼做不到啊 要做到 這一條法則 就是 羅馬書 一切章 我們的幾度都看了 二十五件 我們一起來 感謝神 靠著我們的主人 耶穌基督 就能夠你了 這樣 我們一起來 祈福祈福祈禮 我祈福祈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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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的媽一直跟我們講 我的媽 我的媽一直跟我們講這句話 我永遠請你 靠著我 愛我們的你 在一切世界上 得勝 我祈福祈禮 就是這個方法 你不靠主 你不靠我自己 自欺不出來的 我們在肉身之中呢 我們常常被 撒旦的那個法則 控制住自己 當然 求主聯名我們 幫助我們 我們 我們順服聖靈的引導 靠著愛我們的主 在這一切的世上 得勝 今天 我想就 這種怎麼一個 一個選擇 與 為後 要做的事情 我想 在講演藝間 不曉得你們 願不願意聽 願意 我請你們 鼓鼓掌 鼓鼓掌 我的話 並不一定重要 但是 是我心裡的話 我是數學老師 我很重視講話 有經講多音 一堂課45分鐘 怎麼用好這個45分鐘 同樣的 今天我也想 我每次都講很多的話 我也努力做到 經講多念 要針對 我們 學員的一些想法 來跟你們 談談心 平常好不好 好 現在問題是複雜的 睡不著覺 但是 這快樂的事情 我們總是要 做做決定吧 面臨這個決定 我想 我先給 弟兄 提些建議 如果你們願意記的 不妨替你們記起 如果你們腦子裡面記得準 那不記也行 我那 記心不太好 所以我每次講話呢 我也總是要 動線腦筋 要記起 我怕漏掉 我對弟兄講 你們 要主動選擇 弟兄要主動 因為我們將來是做頭的 丈夫是妻子的頭 是什麼樣的頭 什麼叫丈夫妻子頭 我以後再講 今天不講這個事情 我們的目標是非常清楚 既然這樣 我們應該主動的 來做出我們的選擇 我們應該主動的 來做出我們的選擇 不要怕被拒絕 不要怕使閉門羹 因為我們是要做 要做頭人 神給了我們這樣的一個地位 給了我們一個豐富 所以弟兄應該主動的選擇 每一個人 每一個弟兄 都要做出選擇 這是一個美好的機會 我多次講過 填方向表演也好 跟老師交談也好 這就是神給我們老師的智慧物行 我們第一屆 一屆比一屆 做得更成熟 這是神給我們 這是神給我們 要主動選擇 然後在選擇的時候 要牢記 牢記基點 你的選擇 必須從三個基點來處罰 那就是信仰 生理 要合一 生活的理念上 要有共同點 性格的更新與包容 要從這三個方面來思考 應該經過這一階段的 特大的了解 卑士對信仰 應該說是有點了解 逐漸逐漸是了解 它光景到底怎麼樣 講得明白一點 你選擇的話 你到底是為什麼要選擇它 包括 當你進入婚姻的時候 在進入婚姻的前行 我們老師和你們談話 要教你們填一張婚天的考量表 這個婚天的考量表裡面 有底下就是問你 你為什麼愛它 你愛它的基石是什麼 這是很重要 今天同樣的 當你選擇它 你到底為什麼選擇它 最清楚了 就可以避免出現 多對一的情況 就可以避免選不上的情況 不選的情況 所以一定要從這個 特別從信仰方面來考慮 這個姊妹 是我所羨慕的 當我們姊妹做出婚姻的時候 覺得 哦 這個弟兄也是我所羨慕的 這裏面我們特別提醒 我們弟兄當中 有一些明星 神妹當中也有一些明星 不可否認 我心中有數 我記得幾天我在觀察 我也在看你們的方向表 人有這個偶像 但是你千萬記住 就像我跟一些 各地聽說的 當你是面臨著眾多的人選你的時候 你頭腦清醒 你不要漂漂然然 你不要引起你的驕傲 你要想想為什麼 有眾多的人選我 你要看重的是 他選你是看重你的外貌 看重你的學歷 看重你的談處 他是看重你的生物 這是非常重要的 同樣的 我們弟兄也會出現這種狀況 多對一 我們姊妹當中有明星 我們姊妹當中有明星 A B C D 這個四座都有 我們弟兄的眼目 如果都專注於這個師妹 有問題 所以你要解決這個矛盾 你必須還是從相愛的三個基點來考慮 你到底看重他的事 你到底看重他的事 我們還是要強調謙卑成天 弟兄跟神秘之間肯定有差異 昨天你看 杰西跟高興老師兩人把這個差異都寫在 寫在那個PPT裡面 這些差異可能很 事實是問題 生活理念上的 但是他們這些問題怎麼解決 因為他們有共同的服飾法性 主的法則 神的律 是他們做的正確選擇 不管年齡 像他多大 畢竟杰西姊妹被關閉到四歲了 是吧 但是我跟你們講 我這個人不是講我自己好 我好啊 我好久以前 我覺得這些問題我就下開了 好 所以我在 我記得我很清楚的 我在92年的時候 當我心裡面有這個意向 有關於姊姊姊妹的婚姻的事件的時候 我已經放開了 我覺得 姊姊姊姊妹的婚姻問題 不能夠建立在世俗條件上面 那是我的媽 我媽很主靈啊 很愛族啊 但是你們小的 我媽 跟一些老一輩人一樣 對好多師傅的觀念在裡面 她同樣的對外貌 對學歷 對年齡 都是放不開的 後來我反過來 跟我媽做了一些工作 那感覺是 我媽被建設了生命的 後來我媽就接受了我的建議 具體的事實上我就不講 你看 把人家放在面前 對 對 她是三年齡 如果考慮年齡 高興跟結席 怎麼會走到一起來呢 人們的年光裡面 像是兩歲就蠻好了 好像兩歲是個上限 她四歲 我之前講過 年齡 差異五六歲問題 不是問題 關鍵是 生命裡面 下去 一起跟隨主 我不曉得 今天經過這麼招包了以後 我們在段時間 怎麼 對年齡這一關過了沒有 過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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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倒想試試看 現在雞雄當中 過了年齡這一關的 舉手看 A組先來 A組 A組先來 我先看看A組 誰主要高一點 再來看看 原來A組 西桌子都可以很好 大家在整个人看 都可以 都可以 西桌里面 有多少事情在你一天的小学来 你去看看 好 看下 西桌 有多少事情在你一天的小学来 最后是我们的 第一手弟弟妹妹了 还是我小的 你们有点想法的 现在考念来了 好 第一手弟兄年龄过关的几个 举举着看 举举着高点让我看看 好 感谢神 反过来我要讲你们姊妹 姊妹呢 总希望弟兄年龄的大点 安全感 巴黎老师姐姐老师跟你讲了几次了 安全感 只能从省而来 其实 外貌 年龄 世界上的人都能过不去 文性都能过不去 上海人讲 铁铁铁吧 就丢脸不丢脸 丢人 你讲 为了爱情之上 不讲年龄 当然有一点是不对的 它是为了金钱 为了美胜 为爱情而不讲年龄 不讲年龄 世为条件的 不信主的人也有 我们已经归向主了 我们已经新的生命在我们里面了 还考虑这些事情 就这么感谢神 我一开始就相信 经过了 经过了老师教导 主动话语 在你心里面工作 你顺悦 顺不顺悦的引导 年龄这一关是可以过去的 既然弟兄们这个年龄 都过过去了 姊妹更应该有欢乐的心情 来感谢弟兄 现在请姊妹热热的鼓掌 今天早上我们老师没有参加我们的领袖 我们在同开同工会 我们也在分析 我们这一期的学员 经过这个四天的休育会的教导 见证 交通交通 主里面的光景到底怎么样 感谢神 我们心情还是比较欢快的 我们要主动选择 牢至极点 天卑如天 接下去 我们勉励弟兄和姊妹 有多种准备 有多种准备 当你来选择的时候 我们弟兄选择姊妹 因为 需要 有多种选 多种考虑 又要专业考虑 不是矛盾了吗 既然多种什么又专业了 我讲的多种 我讲的多种 乃是 当姊妹还没有正确回应你以前 这时候 你在脑子里考虑的时候 要了解几个 一个 两个 三个 考虑三个 姊妹也是同样如此 因为很可能会出现这种状况 多对业 几个弟兄 都同时对某个姊妹有意向 有方向 愿意跟他交往 在这种状况下面 所以我们就要咨询老师 我们强调这次更别交往 一定要经过 在经过老师咨询以后 然后 老师点了头 老师点头了 然后 再有 男生 弟兄 向女生 发出邀请 这样说明 这是我非常强调的事情 不要自己 对着老师 去男生 向女生发出邀请 这么算 你们是老 你们太那么算软子啊 这样说明 我们是爱你们 我们怕你们呢 弟兄 他出现 放车现象 出现一些 持闭门坑的情况 我们也想尽量的避免 人啊 是肉身啊 又软弱的地方 尽量来 所以 这道老师 经过老师 经过老师咨询了以后 出现多对的情况 那么 老师 一方面 要征求姊妹的进行 同时 老师 也要根据 继续送对姊妹的情况 来看看 他们在相爱的三个基点上面 有没有共同点 如果出现明显的差异 那我们不建议 是进行 那么这时候 有的弟兄就要进行调整了 所以你在交往以前 你只有一种准备 就对这个 弟兄就对这个准备有方向 愿意交往 对另外一个准备一点没有考虑 那好了 你这次是去智慧吧 是吧 所以 一开始 弟兄要有多种准备 你不要盯在一棵树上面 就是一个 另外我也讲到弟兄 要专业 好像矛盾了 一点不矛盾 我讲的专业 你不能够有这种想法 来个车门大展 好 这个怎么不行 那第二个 第二来不行 第三个 要怎么办 这种想法 特别是进入交往了以后 一定要专业 特别是进入交往以后 个别交往以后 一定要专业 不可以心怒二人 心怀二人 亚根苏告诉我们 心怀二人 心怀二人的人 在他一切事实上没有什么 没有专业 所以我觉得我们的弟兄 现在 在这种考虑 不要出现 要有点多种的主要 要有点多种的主要 多种的主要 多种的主要 但是 又要有专业的考虑 心要专业 所以作为姊妹来讲 也是的 作为姊妹 发表想过 要敞开心门 不要把门关掉 因为我们这次想要叫做主动选择 有老师的征求姊妹的意见 由弟兄主动选择 来征求姊妹的意见 姊妹不要牵移观门 而小的一次机会 往往就是恩典 我们还要注意一件 弟兄 还要注意一件事情 要避免延迟 避免 我正面讲的 不是时机 讲的更是 正面讲的 不是时机 避免延迟 避免延迟 什么意思呢 脱脱了 交往 交往现在呢 现在 讲的明白一点吧 我讲清楚一点 我们姊妹 有好多 好多姊妹 很可能有的弟兄 这个地方也喜欢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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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可能的 是吧 如果我们讲 生命的花景 就是想要写生命花景 好的 这个也最求的 但是你脱脱了 那不做决定 等到你想做决定的时候 你听懂了吗 等到你做决定的时候呢 这个姊妹已经有老师 这次 介绍给一个弟兄了 这次你失去机会了 所以我觉得 不是时机 我曾经跟几个个别弟兄讲过 我曾经跟几个个别弟兄讲过 找得近一点 怎么抓好 现在是应该考虑好了 今天下午 会后 赶快给老师打电话 赶快给老师打电话 这是好事情 那我们就很快乐了 因为这边 这些弟兄院主动选择了嘛 那么 你才学第二种办法 赶快发信 赶快发信 发带信 发 email 我们现在还有先进工具 什么微信 微信 还有微信 赶快 同老师讲 好 因为这些 在军里面的微信不太合适 啊 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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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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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好 谢谢 这个上一届 专业名跟刘美的事情 啊 这不好出现啊 嗯 专业名 这个是好多时候 做了一件事 啊 因为刘美抵小孩开始很受伤的 刘美抵小孩开始很受伤的 刘美抵小孩开始很受伤的 对不对 但是感谢神 神所命定的 尽管人有偏差 祂是可以回答的 很悶 这就是神的旨意 清清楚楚明明白白的 那现在我们尽量避免 不好在微信区里面 你好 呃 嗯 现在 我们老师手机 你们都知道了 都知道 我的手机你们也知道了 啊 哦,当然你们先呢,我当然是可以,对吧,你们竟然可以,我不是推卸啊,我也愿意接受的啊,关键的,主要呢,你们先跟你们的老师讲,因为你们老师对我了解的多,我现在呢,对A组,B组的这种C的信念呢,我说对上Harlan,Ship'上就对上Harlan,哇,Ship'上就对上Harlan,哇,Ship'上就对上Harlan,哇,Ship'上就对上,哇,Ship'上就对上, 这种C组跟B组呢,我还没非常好,但是我相信,接下来的课题组的讨论里面,我会逐渐逐渐认识你们的,我对你们,我对我这些要求是,这些二百四这个同学,我性命都要交不出来,不仅如此,我对你们的光景,我大事上能够做了解,这是我对我这些要求,但是我希望你们配合我一件事情,你们常常要把松卡, 挂在军下,那么我经常不断的呼气,那么我就晓得了,就认识了,所以今天会后,弟兄赶快试事情,跟老师发信,把你的想法告诉老师,同时还可以通过写感言,告诉老师,我们现在呢,最好感言先卖嘛,先卖嘛,写感言的时间比较长啦,你先把那些 选择的方向,先打个打电话,不担心,告诉老师,那老师就有数了,有数了以后呢,如果出现,我们最希望出现是一对一的情况,如果出现多对一,那么老师跟同学,跟姊妹一起商量,看看怎么样的选择比较好,你说明白了没有啊,明白了,这种点头,这种不点头, 我觉得你们这些人啊,我觉得你们这些人啊,我上课了,我跟你讲,我上数学课了,是书下面学生的哑雀无声,我是这么厉害吧,所以过了三十年,一些学生回忆,跟我见面的时候想起,老师,你太厉害了,你太凶了,我站在教室门口,教室里面就哑雀无声了, 哦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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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哦 他们的眼睛 看眼睛里面所表现的 对我的上课 到底听懂了没有 还是还有什么不明白的地方 就是同样的我也希望你们 当以后老师给你们讲课的时候 你们要一些表情 眼神里面可以看得出来 到底你是赞同的 还是不赞同的 同样的我希望今天也是如此 好 刚才我讲到的是选择 大家就听清楚了 姨胸态度 姊妹的态度 姊妹也要当心 不要专门去 去向往一些 叫什么 高帅富翰 高富翰 这些表面都是不要去看 特别警惕 我现在特别警惕你们几个明星 姊妹几个明星 你们自己晓得的 以后老师也会告诉你们 最好老师你们也别去告诉他 不告诉他们 他们要叫起来 当心哦 我已经跟个别姐姐姐姐讲过了 当你发现 有好多弟兄在选择你的时候 特别当心 不要叫 你要看过他们里面的环境 不要去看他们外面的表现 外面的表现都要过去 就靠住 会有里面的生命 立心是一天 心是一天 然后我讲的交往 巴里老讲的很多了 我是专门 我从另外一方面来讲 交往一定要专业 当你开始交往了以后 你的心不可以想想 哎呀 这个我试试看 我试试看 什么试试看 巴里老长得见清楚了 我们想到婚姻前进了 没有说不大的问题 没有说不大的原则分歧 继续往前走 除非在信仰的真理上面 发现严重的不合议 在生活的理念上面 发现严重的碰撞 就像我专专专专业 一个姊妹 自己工资 金字数很高 要求弟兄也高得不得了 那弟兄没法承受了 他当钢区啊 这个是什么的理念 明显差异吗 和姊妹不愿意往后退吗 那没办法了 是吗 那我包分手了 绕分开了 这理念上的碰撞 没有什么重大然的事 还有 在性格上面 更新方面 比如说一个姊妹 她的性格上面 她就是看不到这些肉体 看不到 一次看不到 第二看到也不能改 对 那么在这种方法下面 就要想想 哎呀 好像我们知道是蛮困难的 那我觉得这种分手 我同意的 差异太大了 这个差异什么 表现在她生命上不愿意更 她性格上不愿意更新 那这个怎么弄夸 这个事情 两人弄不起来呢 就会整天吵架 一般的 都要继续往前走 我对话对不对 你们想看 所以我们不要出现这种状况 什么 交往 试着看 试风啊 试交往啊 我们不暂时用这种怀念 你要 要拿这个主意 挖清了什么 当你爱上她以后 你会包容她的一些缺点 更多的看到她的优点 我们交往的时候 我要强调圣戒在前 你们记住 圣戒 我今天讲在前面 阿里老师那天讲 还不够出错 什么剩下在前 我们看中的是内心的交融 不要去看中外面的肉体的碰撞 我们讲得明白一点 我们不赞成 拥抱 不赞成在交往恋爱期间 接吻 你们 胡老师你那么专实啊 不是我一个人 我们老师共同的想法 照一说 拥抱 借我 都是爱的表示 那现今的时代邪恶 好 这是我们上一件 做错了一个规定 最多拉拉手 什么时候拉手 什么时候拉手 不是一开始 就拉手 也不可以 要两个人 确定了婚姻关系 弟兄上只可以求婚 只没愿意嫁给他 两个人到了这种程度 可以拉手 你说我们的老师严格不严格 我们承认严格 但是 我们并不是 胡老师不是个敬略主理者 我并不是 我没有老师 你是个敬略主理者 我不是的 我不像天约圈主教那样 不是这样 我们开放的 但是 我劝姊妹 你们要把第一个文 放在下方的时期 就要放在 那天 你们在美省面前 立约的时候 你把第一个文给他 谢谢大家 现在太邪恶了 这个时代了 太混乱了 有些话我今天不想讲 你们的印象表 我都看过 我不想讲 你们的心 死妹啊 你们要保随你的心 胜过保随你的心 一生的火效 适为心放在 弟兄啊 你们不要以为 好像这次我是自然的 我要去 要去吻我的姊妹 要去拥抱我的姊妹 当心啊 撒旦常常趁着我们 情不知情的时候 叫我们犯罪了 人是软弱的 天主教的神父里面 为什么有那么多的人犯罪啊 果然是他们的敬略主义 他们不厚圣经的教导 同时他们肉身的软弱也是重要的方面 今天在我们教会里面 也没有这种状况呢 也有了 我们很痛心地讲 我们在过去的有一届里面 曾经出现过这种状况 我们心里很伤心的这件事情 可能教会做出了处罚 当然 我们不想 我想 我们第五届就没有这种状况 第五届有好几个这种姊妹 我心里非常感动 他们跟我说 老师啊 我们两个人 从见面的第一天开始 我们两人就预定 我们不拥抱 不拒问 一直到我们在身边天一月的时候 当政府人说 提开你的面上 当政府人说 你们两人在身边天 可以这位夫妇在座里面和尔威 那这时候 这个文 是最甜美的 是最正确的 我看到他们两个人 在我家里走出去的时候 已经快进入婚姻了 两个人就是拉拉手 那我觉得那是很简面的 那我觉得那是很简面的 姊妹弯着鸡雄的手 弯着鸡雄的手 可以吸出去 我盼望我们 在交往当中 要圣洁在前 我们在交往 在交往过程当中 我特别提醒 提前弟兄姊妹的专业 既然专业 不要去故意地表白 我们两人没关系啊 现在弟兄姊妹的关系啊 弟兄姊妹喜欢讲这个话 我劝你们不要讲 从朋友做起来 诶 你讲究竟没关系啦 其实就是为自己做退路 他讲这个话的意思嘛 并不是表明他的圣经 其实表明他有退路 我现在不是说 我们现在只要有什么关系 我们不是什么恋爱的关系 因此我往后退也没什么关系 这是个借口 我希望你们不要讲 交往跟恋爱分 自然而然地 到你们欣欣相容 就是想恋爱 你爱我我爱你 这是很清楚的事情 交往的内容 我再补充 巴黎老师想用 我想讲一个诚实 我要讲诚实 我们不能够把交往恋爱的 这个所谈的诚实 全部诚实 老师在讲圣经 老师在讲诚实的事情 这不合适 不合适 我们不见到了解 但是还有一些诚实 什么诚实 两个人见面 两个人每次见面 每次见面 先一起祷告 你们给我记下来 每次见面 接一起 先祷告 要祷告 要祷告的 然后 读一段圣经 读完圣经以后 再用 大量的时间 你们好好的去交流 这次我们坚持 要读经 祷告 要读经 读经有什么内容 这次我想给你们一个参考 什么参考呢 就是刚才 那个坚毅老师讲的 大卫成长 一共42章 我呢 正在做下一个工作 把这个42章 每一章 都给你们编写一点题目 让你们再思考 希望每一次 你们见面的时候 有机会 比如说一个月 我也不求你们 每次都要做一张 最后 两个人 每次都一张 一共42章 我现在 大概已经编完了 一半 还有一半 我正在编写过程中 多么 太多了 所以我们要做一张 这就是我们的 大卫成长的路 是我们实际的方向 今天今天老师 现在时间没有很好地 给你们展开 这是我们实际的方向 他一生怎么成长的 他有失败 他被神所选择 但他有失败 他有软弱 他有得胜 这是我们 就是说每个人 必定要进过的路程 交往的内容 围绕着 重点围绕着 三个基点 要好好地匆匆了解 因为我们 想了一个概括 大量的情况 要通过你们自己 深入的了解 才知道 比如说他的 灵修状况怎么样 不晓得 他的十分之一 奉献不奉献 这也是大事情 这都是我们 水灵生命上 愿美听众主的话的 一种 一种 一种表示 这是交往的内容 交往中 还要不断地 跟老师联系 我欠我建议你们 一定要 好好地 跟你们做到老师联系 不要我都出了问题了 跟老师讲了 有什么挫折 碰到什么挫折 什么障碍 及时跟老师联系 特别是 弟兄要回家姊妹 姊妹要回家姊妹 打算关门的时候 在关门前 一定要跟老师同情 弟弟你们做得到吗 做得到 生意怎么可想了 不可不情愿 我们好心意就知道姊妹了 很可能你们 灌门灌错掉了 凭自己的心意再灌门 所以我就想到 杨洪老师跟杨洪老师的事情 杨洪老师跟您 昨天跟您讲到了 由于某种 错误中 对问题的理解 对先生的理解不一样 杨洪老师他心里想灌门了 在这个时候 我感谢神 杨洪老师跟巴黎老师 跟我也充得起 我们给他做了点劝勉 所以同样的我劝你们 当你们想关门 弟兄关门想关姊妹的门 姊妹想关弟兄的门的时候 你们一定要跟老师充气 特别是不要等 出现很大的问题再充气 跟那些挫折的时候 我们这些老师都愿意做到 他们有经验 他们有读的智慧在里面 我应该很诚实地讲 我也不客气地讲 这些问题 你少与 你跟自己教会的牧人去讲 我并不是说教会的牧人不属灵 并不是说他们信仰不成真 乃是他不太了解 你们两个人的情况 因为你们两个人 毕竟是来自几个教会啊 来自两个教会 最了解你们的是你们的辅导 有的时候呢 跟教会的牧人去讲 反而棒倒忙 所以我曾经讲过 当然你们的恋爱关系 当然你们的婚姻关系 还没有完全确定之前 不要轻易地在本教会亮相 不要轻易亮相 也不要轻易地 跟自己的末日的牧者去讲 我建议你们都给你们的辅导老师去商量 因为你们毕竟是来自两个教会的 他们对你们不了解 何况 还有一些教会的牧者 我也讲得不客气一点 特别像一些年轻的人 他自己在婚姻上面 有好些公安关口都没过去 有忽利忽利地这么接了婚 要扶到你们恐怕也是存在困难 这次我讲的不客气话 当然我们现在很感谢神 我们有些好多年轻的牧者 起来扶持神 这是可喜的现象 上面我把 这次我们交往前 再选择 怎么个选择 怎么个交往 我给你们的意见 给你们参考 这是一件事情 第二件事情 也就是我们十月十号以后 就今天以后马上要做 一个要继续写感言 你们要把这些感言看成是负担 而开始看得要是快乐 他是一个德胜 我看完就把他看成是德胜 跟老师痛起 毕竟老师很辛苦啊 每个人都要看六十个卷子 看六十份了 都花好多精力啊 同样的我也在看你们的感言 也花好多的精力啊 对你们有帮助 在这次感言里面 我想你们着重一些两件事情 第一件事情 对秋游会 秋游云会 这个四天秋游云会 自己有哪些收获 这个收获是相对秋游云会以前 可以吗 这一个不要写 不要什么 好像要打工脑筋的 想什么就写什么 这一件事情 第二件事情 再次表 要赶快再表录下 你们的方向 表录下的方向 表录下的方向 我晓得第一次天方向表 你们有一点 却不会有压力 是不是 我老师啊 老师们 胸都不得了 啊 爸爸讲话很严厉 当然晓得 我老师画严厉 画里面是有爱在里面 对不对 是为你们好 但是比天才有压力 另外一个呢 了解呢 还不会很充分 所以第一次天下方向表 是这样的 那么但是这次呢 经过这个秋游的四次 四天云会以后呢 应该讲我们 扩大了解了 扩大了解了 当然我们这次 我们的选择 要呵护人的心理 把你的选择 能够在方向表里面 能够有初步的表示 在方向表 在感言里面 也有点表示 定个感言表 什么时候交感言 我们也定了时间 明天交我们太早了 你们也要太辛苦了 是吧 我们给你们三天的时间 可不可以啊 三天 咱们去这一点 在十月七号以前 十月七号 今天四号 五六七三天 那么现在十月七号 晚上十二点钟 一天 十二点钟一天 明天自己十月七号 好 这是一件事要做好的 感言写好 第二天请写好的 填写第二次方向表 第二次方向表 第二次方向表的空白表 其实空白表呢 你们都有 就是把第一次方向表 里面的一些内容 你删掉以后嘛 你另外再复制捏写一下就可以了 第二次方向表 也要再填写一下 第二次方向表 什么时候交 从今天开始 一直到十月十四号 时间长一点 方向表的时间长一点 但是呢 那个 呃 感言 要快言 因为感言里面 表达了 你们这次愿意交往的对象 对吧 因为很可能一方面打电话 一方面发短信 一方面感言里面 再表示一下 那么老师 不老师就知道了 赶快做这个工作 好 让我们 让我们弟兄 让我们子备 不是实际的 可以得到 我们心里所愿望的 那么 第二次方向表填了以后呢 最清楚啊 从今天开始 一直到十四号以前 一定要交 第二次方向表 尽快地交给老师 老师要根据第二次方向表 还要做一件事情 要第二次编课题组 我们第一次编的课题组 是